那我想大家对夏教授都不陌生 那他的母亲林海英 我们去年秋天的时候 也特别介绍了林海英女士的故事 还有她的那部影片两地 那夏教授呢 我再介绍一下 因为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夏教授他是工程师 也是小说家散文家 那他是密西根朱利大学的工程博士 曾经在美国任桥梁工程师工程专案经理 然后也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理事 台北建筑文教基金会的董事 他的作品呢 夏列荣获民国83年国家文艺奖 那2006年的时候 他还获得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科技与人文奖 那夏教授现在是大家都熟悉的 他是学工程的背景 可是在教文学 是文学教授 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 有散文集 流光 流光 四川 还有 近代外国文学思潮 最后的一只 红头乌鸦 夏列等 刚刚我们还看到 夏教授最新出版的一本书 夏教授就有什么名字呢 那本书 叫做跨越三个世界的魅力与迷思 是 这本最新出版的书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夏教授 今天的题目呢 在PPT可以上的 上面可以看到 是近代日本文学和电影 夏教授有请 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 就是近代日本文学与电影 日本文学 它的特征就是风雅 物碍空局 我是成功大学的教授 那么 首先我来讲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这个 怎么样把它弄小一点 这个右边这个东西 按一下那个 左上角有一个 一条线两条线 OK 按那个出现 中间那个 有一个那个出了一条线 就变成一个线 这个 这样子 这样子就看到我自己 对不对 OK 好 没关系 首先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 我先讲 各位早安 各位可能很奇怪 听我的口音 我是个外省人 怎么会去讲日本文学 主要的 我的父亲是 外省人 就是上海南京一带的人 可是我母亲是台湾人 是第八代台湾人 那么他出生在日本 欧萨卡 所以他的第一 语言就是他的母语是日语 那么 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的阿嬷 我以前的我的外祖母 住在家里 那他常常用台语跟日语 跟他的朋友聊天 我那个小孩子 我莫名其妙就pick up一些 可是我会没有 有没有学过日文呢 从来没有去学过日文 OK 只是pick up一些 所以可以讲一点 很简单的 那么 有的时候 我跟我妻子到日本去 好比到东京上街买东西 我太太就跟我讲 她说 哎呀 你跟他们讲日文 讲日文比较清确一点 我说讲日文 万一人家回答了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不是开玩笑的 好 今天的这个时间很紧 紧凑 所以我就开始讲了 哎 这个 日本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啊 日本 主要的四个大岛 一个是Hanshou 这个就是本州 那么第二重要的是 这个Kishou 就是九州 那么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Hikaku 四国 四国的话 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他这里出的文豪 OK 就是 Oi Kandaburu 就是大江见三郎 他是出生在四国 他是日本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OK 在北边的Hokkiteo 就是北海道 很多人都到北海道去玩过 OK 那么这个是大 当然本州是最重要啊 那么他有Kansai跟Kantong 就是关西跟关东啊 关东的话就是 主要的就是东京 东京 那么 这个是关东 OK 关西的话 有好几个重要的城市 比方大阪 京都 铃骨屋 Nagoya Kyoto 还有欧萨卡 还有 这个神户 Kobi Takalaska 就是宝种 都是在这一点啊 我母亲 她同父一母的 两个姐姐是日本人 那么有一个是在九州 就这个鹿尔岛 Kagoshima 她在Kagoshima 另外还有一个姐姐 本来是在东京 当然他们现在这些人都一百多岁 都超过一百二十岁 都死掉了 OK 我自己的大表哥 大表姐是日本人 可是呢 我跟他们没有来往 为什么呢 日本人很奇怪 大学毕业了 还是不讲英文 可是我的日文 是不可能去跟他们交谈的 你像我们在台湾的话 那个柜台的小姐 她可能只有初中的程度 但是她杨金斌的英文 她都可以讲 日本人很奇怪 他们的写的 写的非常的好 这个英文 可是不讲英文 OK 日本所以这四个大的岛 OK 日本文学啊 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近代日本文学 近代日本文学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还一个是古典的日本文学 OK 可日本文学跟中国不一样 他虽然是都学习中国 但是不一样 因为日本呢 一共有126个天皇 这个126个天皇 他们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这个这点的话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中国你看看 你像宋朝 对不对 姓赵 赵匡印 到了这个明朝的话 姓朱元璋 以前的那个汉朝的话 姓刘 对不对 那么唐朝 姓李 李世明 他都是不同的这个家族 在那里 可是日本 可是日本两千六百年来 两千六七百年 他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 所以日本的文学 只能以年代为区分 他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 中国你比方我们汉朝 汉富 唐诗 宋诗 元曲 明星小说 都是以这个 这个朝代来划分 他没有朝代 他就是一个 那么你当然可能就问我了 从生物天皇 这个第一个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 一百二十六个 两千六七百年 那么一共都是一个家族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推翻掉 因为大家都想做皇帝 为什么没有 很简单 一个话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 天皇他不是人 他是个神 他是个神 所以你不能把神推翻 对不对 你信基督教 你把基督耶稣 把上帝推翻 你去伊斯兰教 把阿拉 其实应该念安拉 给推翻 或者佛教 你说把摩罕默德 这个 不是 释迦摩尼推翻 这个不可能的 所以 日本的话 都是 这个家族 他们从来没有被推翻过 所以在日本的文学 只好用这个年代 作为区分 那么 这张照片 最早的日本的天皇 第一个就是神武天皇 他在拉拉 奈良那边 有一个这个神功 这个字怎么念 我都搞不清楚 我以为 很像新疆的疆 我想大哥 不应该念疆 不管他念什么 我没有上 上字典去查 那么上一任的天皇 就是2019年之前 是黑塞 名人天皇 现在是这个 雷瓦 雷瓦 这个德人天皇 这个叫做令和天皇 在这里 我们就开始 开始进入 先讲日本古典的文学 今天就完全是讲 近代文学 不讲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 我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日本的古典文学 有四个时期 一二 你看 三四 然后下面 就是进入 近代文学 这是第五个时期 我们先把这个四个 前面古典文学 四个时期 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上古时代的文学 那么是在纪元794年之前 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书 最早的书 古世纪 那他的史书 就是日本书记 还有他的第一本书籍 就是万页籍 他全部是汉字 没有 骗假名 骗假名 还没有出来 那么你现在 那他现在 他这个书用汉字写的 可是是日本话 那么你看得懂 看不懂 我在教这个 近代日本文学 这门课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来的留学生 日本人 他就上网 把这个 我忘了是古世纪 还是日本书记 他把它 在手机上 秀出来 弄出来 然后就上来 给我看 我看了以后 我发现我完全可以看得懂 OK 这点呢 跟那个 香港有些人用广东话 当然是我们中国的文字 但是用广东话写的小说 那个小说 你完全看不懂 可是日本的这个 古世纪 或者日本书记 这些我通通可以看得懂 就是毫无问题 那么还有一点 日本最近的 这个 就是 我看看 一二三四 这五个天皇 这五个天皇里面 那么他们呢 他们的这个 年 这个年代 都是 就是用 中国的 像 上书了 或者是诗经了 里面出来的 OK 可是只有这次 这个 雷瓦 这个令和天皇 就是19 2019年 前年 才上位的 那么他是用 日本的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到哪里去 这个 万叶级里面 出来的 他的 年代 那么是 初春令月 细书 风和 所以这个的话 是令和 在他之前 是 平成 就是 黑塞 在平成之前 是修瓦 是昭和 昭和 之前呢 是 是台秀 是大正 大正 然后在之前 是明治 他们的 这个 年号 他们的年号 通通是 从中国的 书籍里面 出来的 只有令和 这次 你看 到197 不是 2019年 他出来 他是用 日本的 书 万叶级里面 出来的 初春令月 气书 风和 这是上古时代的文学 然后讲 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的文学 很重要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平安时期 这个时候 片甲名 平衡名 出来了 那么这个 在11世纪的时候 出了一个 日本最重要的作家 就是 Morosaki Shikibu Morosaki Shikibu 就是指示部 指示部 她是个女的作家 她一共只有活了 好像是35 还是36岁 OK 她写的 就是原始物语 她是世界上 第一个 长篇小说 不是西方的 不是西方的 日本的是第一个 也不是中国的 红楼梦 大概是到17 多少年才出来 OK 那么这个 原始物语 世界上第一个 长篇小说 也是世界上 第一个 心理小说 那么指示部 还有另外一个 女的作家 这个清少纳言 那么她是 曾草子的作者 她们都是 女性的作家 OK 这一点的话 也是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日本人对于女性 一直把女性 认为是摆在一个 附属的地位 一直不重视她们 认为她们要以男人为主的 可是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出来的最伟大的 这个作家 就是原始物语的作者 她是个女的 他最后活了35 还是36岁 就去世了 OK 另外这个清少纳言 也是女的 OK 然后 这个像原始物语 就像红楼梦一样 对于后来 日本的文学 现代的文学 作家通通有影响 红楼梦 对我们现在的作家 也有很多人有影响 OK 那么 然后再下去是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 主要的就是战争文学 因为那个时候 他的战国时代出现 他的战国时代 跟我们中国那时候有 明朝汉 什么 叫汉卫 齐楚秦 齐鲁国家 我一下子念不出来了 小学说 根本一口气就讲出来 战国时代出现 OK 所以他有战争文学 比方评价物语 物语 这个物语就是故事的意思 物语故事 一比方 小金安二郎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叫做东京物语 东京故事 东京物语 就是TOKYO 物语 OK 那么这个时候 还有就是宗教文学出现 因为他的宗教是佛教 他的这个佛教 那个时候是从哪里来呢 从中国传来 那么佛教我们晓得 中国的话 佛教并不是中国人创 他是印度 也不是印度人 是尼泊尔人创的 因为释迦摩尼 他是在尼泊尔的一个王子 OK 他创的 可是佛教现在在 在印度不到 一个percent 反而是那个跟他们印度教作战的 这个伊斯兰教的人数比佛教还要多 OK 佛教就是下去了 可是呢 传到中国日本去 韩国不一定 韩国时期基督教的势力比较大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宗教文学 但是基本上讲起来中世纪的文学啊 并不是那么重要 中世纪年代不少 你看一一九三减七 一六零一六零三减一一九三 应该是有四百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 可是那个时候文学不重要 然后就要进入近世文学 近世文学下面一个就是近代文学 日本人呢 他们名词都非常的准确 你不能错 近代文学就是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就是近世文学 近世文学跟近代文学 他这个中间呢 并没有断层 那么近世文学是一六零零三 这个年代对各位没有意义 但是一八六八很重要 为什么 一八六八就是明智维希 美激一行 那么那个时候 江户文学出现 什么是江户文学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的重心 文化的重心 人口的重心 经济的重心 他都从京都移到东京 东京叫做Ado 就是古名叫做江户 可是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首都首府 并不是东京 要明智维新以后 才会变成东京 那个时候还是京都 京都 OK 那么江户文学就是说 因为整个的重心 移到那里 所以就出现了 这等于是东京的文学 为什么叫丁仁文学 丁仁是什么 丁仁就是 就是庶民 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民 中产阶级 不是建民 他们有士农工商 加上建民 一共五个阶级 那么丁仁的话 就是一般的人民 为什么叫丁仁文学 为什么会有丁仁文学 这个名字出现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日本的人呢 他们都没有 就跟西方人一样 都没有受什么教育 十字的人不多 所以文学这个东西 只是在贵族 这个有钱的人 还有就是 争吕之间 传送 不可能是 搞到一般的人民 可是这个时候 整个的 十字率提高了 所以丁仁文学就出现 出现了 OK 是这么一回事 你想想看 假如我们是作家 我们写的东西 写的小说了 或者是写那个 我们如果说是 这个一般的人 都没有 十字的能力 我们不可能 以他们为背景来写 写了以后 他们看不懂 对不对 他们不识字 我们写的话 就是写我们这些 有学问的人 我们有钱的人 或者我们是贵族 我们才写给他 可是这个时候 十字率增加了 所以丁仁文学就出现了 中产阶级也出现了 这个现象 跟十九世纪的时候 莫 那个在欧洲的现象 完全一样 就是中产阶级 那个十字率增高 中产阶级出来 那么很多的文学的作品 就不再以贵族为背景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 就重心移到 Ado 就是今天的东京 OK 那这个时候 他出来一个重要的作家 这个人就是写牌剧的 松伟芭蕉 松伟芭蕉 他记载 他到澳兹系道 这个过程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风景诗词 这些通通写下来 这是一个旅游记形 可是跟这个一般的旅游记形 不一样 OK 他还有 他这个澳兹系道 是什么意思呢 是在日本的东北面 是在本州东北面 是一个历史上的古道 OK 那么澳 就是道路深野 深澳 这个意思 这个你看 这个都跟中文有关系 道路就是 这个深澳的意思 细道 因为它是一个细长的道路 所以澳之细道 那么松伟芭蕉 把他的这些 这一路走过去 那么他 这些他都写 写下来 然后有很多的诗诗 OK 那么还有很多 那个时候他的诗诗 就是排句 这个字 应念排 排句 而且立了很多的诗碑 这个诗碑上面 就有这些排句 所以这个条路 叫做澳兹系道 那么澳兹系道 这个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 大概不到 十年以前 曾经被翻译出 成中文 是谁翻呢 就是庄英 我的妹夫 他在史丹佛大学教书 庄英 还有庄英教授 还有这个 郑清茂教授 他们两个人 合翻译的 还有图画在里面 这个澳兹系道 在澳兹系道 我另外再讲一点 就是 以前的总统 李登辉 他是 京都大学 念过 所以他澳兹系道 他有去过 他后来 从总统的位置 下来以后 他就非常的想 去澳兹系道 怀旧再去看一次 可是那个时候 日本政府不准他去 为什么呢 因为受到中国 中国大陆政府 北京政府的压力 就是说 李登辉 不可以去 不可以到日本访问 所以他就不能去 一直到他 大概位置下来 很多年以后 他才有个机会 才回去看 所以可见 日本的话 他非常的在乎 中国的怎么讲法 中国假如说no的时候 他也不敢随便说yes 那么再下去 钓鱼台到底会 是怎么样的一个阶级 我不知道 我们民间 其实跟钓鱼台没有关系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我自己参加 过保钓运动 可是那个时候我年轻 钓鱼台根本是一个军事的 军事的这个行动 只有军事才能够解决 那么中国现在 他尽量的发展海军 还有他的导弹 他的导弹就是飞弹 还有他的这个潜水艇 都是世界第二 就仅次于美国 所以他下去会怎么做 对于钓鱼台怎么做 我不晓得 这个钓鱼台的重要性 一方面他是有石油 但是石油到底是有多少 也不知道 而且石油以后 是不是还是重要的资源 我们不晓得 因为如果fusion 不是fusion 是fusion fusion就融合 这个出现的话 那么石油根本就 变得不重要的一个资源了 另外的话 钓鱼台它是在一个 所谓的美国西方世界的 这个国防的岛链上面 其中的一环 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其实钓鱼台上面 没有不可能住人的 因为它没有水源 不可能住人 OK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 讲这个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现在还不错 我觉得我这个进展的还算快 那么 只是等一下 我们会休息个五分钟之内 让大家喝一个水 同时呢 因为我今天忘了带尿布了 所以我也得去 喝个水来什么这些 处理一下 那么等一下 休息五分钟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近代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近代日本文学与电影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你看风雅雾哀空极 近代日本文学与电影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进入近代文学 这个二十五分钟 所以进入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 1868年到今天 你看我们平常很难讲一个 明确的 这个年代 但是这个1868 1868是什么 1868年 就是明治维新 这个明治维新 对日本极度的重要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 它是个国势很弱的国家 大概跟缅甸 泰国差不多 但是1868明治维新以后 它进展的很快 快到什么程度 这个1895年 也就是27年以后 1895年 它击败中国 然后再过十年 1905年 它又击败俄国 瑞俄战争 击败俄国 击败中国是甲午战争 所以台湾被割去 你想想看 一共加起来 37年 不到40年 它击败世界上 两个大的强国 就是中国跟俄国 你可能跟我讲说 清朝末年的时候 中国已经不行了 有什么新 八国联军了 或者是鸦片战争 中国已经打不过 这些西方的国家 没有错 打不过英国 美国这些国家 或者是这个 法国 德国 可是在跟其他的世界各国 除了西欧以外的国家 来比的话 中国还是一个强国 它在甲午战争 1895年 这个也就是 日本明治维新 27年以后 它击败一个世界强国 就是中国 然后再过十年 就是明治维新 37年的时候 它击败苏联 俄国 就是日俄战争 所以1868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 在这里我跟各位讲一下 一般来讲 一个国家要现代化 大概是60年到100年的时间 才能够现代化 可是日本它不到40年 它就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现 那你现在问我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强国 就仅次于美国 它是大概是从1980年 开放以后开始 到现在 一共有40年 这个它是不是 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呢 没有 中国它在军事上面 它是世界第二或者第三 那么在经济上 它是世界第二 它可能因为人口多 可能再过不到十年 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 可是它的人民的素质 它的国民所得 Perketa Income 还有它国内的那个整个的 各方面来讲的话 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 它还有一段级别 比方说是它现在的国民所得 大概是只有一万一千美金 可是美国有六万五千美金 OK 我们台湾有大概两万六千美金 你可以看 它的国民所得还是很低 所以中国还有 一段时机 要改 要改 OK 可是日本就不一样 明治维新以后它变成这样 明治维新 我们现在又回头再讲 明治维新 日本的文学 就近代文学 OK 起先 我先要讲一点 就是明治维新以后 政府 它不鼓励文学 它认为文学是个风花学院的东西 你一个国家刚刚开始的时候 最注重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当然是经济 对不对 人民要开始富足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武力是军事 这两个它要注重 还有它要现代化 它很多东西它都要改 你比方它 它那时候没有宪法 所以亚洲第一部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 好像是一八九几年 还是八几年出来的 这个 所以它 像这些 它通通要开始 那么文学 它不鼓励 因为文学是风花学院 是一个奢侈品 是个luxury 它不鼓励 OK OK 可是我们还是在讲这个 那么这个明治维新 这个风水里 在之前是古典文学 在之后 是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 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 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 它的这个古典文学 受到中国随唐六朝之后 文学的影响 整个受到中国的影响 OK 那么 但是随唐六朝前的文学 对日本并没有影响 就是你比方诗经 像诗经这种东西 汉富 他们对于日本的文学 没有影响 要到随唐六朝之后 你比方唐诗 对日本就很有影响 像夏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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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汉语做诗 他所谓的汉诗 但是1868年以后 那个时候就开始 日本受到西方的文学的影响 整个的西方化 那么还有第二点 就是在古典文学 就是1868之前 他用的是文语体古文 也就是文言文 也就是文言文 那么可是呢 到了1868之后 他开始用口语文 所谓的口语文 也就是白话文 我们讲的白话文 我们中国的这个白话文 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大概是在民国八年 就是五四运动 就是1919 1919跟1868 32 19 中间差了51年 我们比他们 就使用这个白话文 要晚了半个世纪 所以这两个区别 这是这个古典文学 跟现代文学的两个区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近代文学 他怎么分呢 就分成 明治大政 昭和平成 经合 一二三四 这是五个时期 我这为什么写四个时期呢 写错了 因为本来 前几年的时候 没有任何 我这是从我的这个 近代日本文学的教课 教书 我教书的这个讲义里面 抄来了 所以我另外加上 我忘了把这个字改成五个 那个这个 明治就是明治维新 然后台秀大政 然后修瓦 然后黑塞 然后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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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瓦 雷瓦就是这个令和 令和 这四 这五个时期 日本文学 它的特征是什么 风雅 物碍 空击 这怎么讲 第一个 风雅 中国的文学 是不是有这个风雅特征 有 但是西方的文学 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西方是西方 东方是东方 西方 他们的风雅 他们的文学 跟中日的这个风雅来比的话 比不上 并不是那么注重这个风雅 那么第二点 悟哀 这个悟哀是从哪里 大概从原声无语 这个的话 西方的文学 或者中国文学 通通有 也就是悲哀 也就是悲哀 悲剧 OK 文学它的美 在于它的浪漫性 它的悲剧性 还有它的叛逆性 叛逆 OK 这个是文学的美 所以物碍 这个悲哀 这个西方 东方 通通有 你看西方也有喜剧 喜剧就不是 在文学的地位 就没办法跟悲剧相比 对不对 你像Hamlet 就是最有名的一个 Hamlet 王子复仇语 最有名的悲剧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日本的文学特色 是空极 这个跟禅宗有关 各位可以想象到 那么在西方的文学里面 这个也并不重要 不是说西方文学 完全没有风雅 或者完全没有空极 也有 但是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的话 西方东方都一样 所以空极的话 也是中国 也有常常有禅宗的 这个味道 那么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重要的 美国的作家 女作家 这个女作家 叫做 Ruth Benedict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Crescentum And Sore 就是菊花与剑 菊花是Crescentum Crescentum 菊花与剑 那么这个 他就写出日本人的矛盾性 首先我要跟各位讲 日本的国花 并不是Sakura 不是樱花 而是 这个Crescentum Crescentum 他到底日文怎么念 我会知道 我念的是英文 这个菊花 菊花是什么 菊花是日本皇室 所以它代表的是优雅 高级 静宜 很安静 这个菊花 可是另外日本 另外还有一个精神 是五十道的精神 所以这个就是 剑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造成的 日本的文化的主体 所以这个Ruth Benedict 他写的这本书 菊花与剑 是相当有名的一本书 这本书有多久的时间呢 可能将近一百年了 这本书我看过 它不厚 不厚 我这个很多年以前 我看过 后来我没有再看 这次演讲之前 我没有再看 但是我大概知道 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个日本的话 它这个就是菊花与剑 这两个矛盾的 互相对立的东西 造成它的文化上的 一个特色 也是文化上的美 日本的作家 很有地位 尤其纯文学的作家 他也很有地位 但是纯文学作家 都很苦闷 而且他们跟贫穷 脱离不了关系 那么很多人自杀 很多人有预造症 日本的这个作家 地位很高 称为先生 先生 一般人 一般的人的话 称上 就是那个 像样子样样 上 好比这个人姓陈 我们叫做陈先生 叫做日本话 是尽上 尽上 OK 那么只能称他为 这个尽上 称他为上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 是纯文学的作家 他可以被称为先生 那么有三种人 可以被称为先生 一个的是作家 还一个是教授 还一个是什么 还一个是什么 有三种人 作家 教授 还一个是什么 我一下子忘掉了 OK 医生 医生 对 讲得很好 这三个可以被称为先生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 这个就是 日本的近代文学 他分成 我看我这个怎么过 这是分成明治 梅记 大政 台秀 昭和 修瓦 平成 黑塞 还有 雷瓦 这个雷瓦 这四个 五个时期 OK 我们先讲 明治时期的 时期的文学 明治时代 他叫时代 那么这个是明治时代的文学 是1868年 也就是明治维新 到1912年 那么这个近代文学 有三个重要的 这个作家 就是前三姐 还有后三姐 请各位注意 这个明治维新呢 实际上明治天皇 在他1868年维新的时候 他多大年龄 他只有16岁 还是17岁 所以真正的整个的维新 不是由他来策动 是由底下的城 这些城子来策动 我跟各位讲 就是日本 126个天皇 是一个家族 从来没有被推翻过 因为天皇 他不是人 他是神 所以啊 真正控制 这个国家的 常常是 幕府大将军 或者他的首相 来控制这个国家 现在的话 都是他的首相 来控制这个国家 那么天皇的话 因为现在 尤其君主立宪 天皇他只是一个象征 摆在那个地方 是个象征 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明治时期的前三节 后三节 我们都会讲 第一个节就是 深欧外 那么他这个人呢 很不一样 深欧外 深欧外 他是十三岁还是十四岁 他就 谎报年龄 考入东京 帝国大学 东京地大 東京地大 日本东京地大 请各位注意 那个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设立了五个帝国大学 到第六帝国大学的话 就是 还是第七个帝国大学 是台北地大 也就是今天的台大 但是呢 他投墙 战败投墙以后 这个帝国 这个两个字 取消了 就是变成东京大学 而不是东京地国大学 本来是 后来变成 那么他13岁左右 就考 谎报年龄考进去 19岁 他就毕业了 他是东京地大 最年轻的一个毕业生 最年轻的一个毕业生 OK 我这个东西怎么搞的 我看看 我要怎么样上去 就忽然跑掉了 我要按哪一个 才会跑出来 上去 按右边那个地方 右边这个 那个方格吧 右边对 你是用帽子 在右边 我用帽子 右边有一 最右边 右边那一条 有一条 一个方块 也有可能是 冻结了 Froze 你用你的那个 键盘上面的那个 键盘上面的那个 键盘往上一下 你按那个 Escape 你按Escape OK Escape 没有用 我按了 没有出来 这个情况可能要暂时休息 然后重新打开电脑 重新开始 不是 不是 我现在 等一下 我讲 Page down Page down 也没有办法 Page down Page up 一页一页的 等一下 我看看 我再进 再重新进去一次 重新进去一次 Speech OK 电脑反正就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 他出了什么毛病 你也不知道 OK 现在出来了 好 现在出来 大家看到了 对不对 好 这个 就是讲这个深欧外 那么他这个人 就是 19岁 东京地国大学 医科毕业 以后他就军医 他做到中将 军医署长 最高的一个 这个军事的 医生的这个头衔 他有到德国去过 那么这个人呢 他很著名的 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 叫做五姬 这个五姬的话 你可能在网上 你就可以把它 download下来看 那这个小说的 我先把这个故事 先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 深欧外有到德国去过 那么日本那个时候 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跟德国是敌对的国家 对不对 德国战败了 日本还想瓜分 他在山东 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想把交通半岛拿下来 后来世界各国 禁止他这样做 因为不想 日本把中国整个吃下来 所以才他没有得到 OK 所以他跟德国是一个战争的状态 那么这个五姬就是讲 一个日本的年轻的外交官 派到德国去 到德国去在日本大使馆里面工作 或者是日本领事馆工作 OK 结果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是跳舞的 跳舞的他们两个好 好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怀孕了 怀孕了 可是呢 这个时候他想娶这个女的 可是他的朋友跟他讲 你不能够娶这个女的 因为你是在大使馆里工作 接触到很多的机密 你假如娶一个外国女人的话 会怎么样 而且又是敌国的女人 那么你的前途就整个完了 你就完了 搞不好你都可以被抓起来 所以这个日本的年轻的外交官 他为了自己的前途 他就决定把这个 他的这么爱的这个女朋友 就把她弄掉 弄掉 抛弃她 然后她回到日本去 这个女的怀着身影就追过来了 追过来的时候 追到日本 那么可是她聚不见面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女的就发疯了 精神病就发疯了 OK 那么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但是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于它是算是一个忏悔小说 今天我们讲这个忏悔小说 没什么了不起 这个是人性 对不对 你更加好 她怀孕了 然后你又把她甩掉 那么当然你应该有罪恶感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日本人 他没有罪恶感 为什么 日本人一直 其实一直到今天 女性的地位很低 一直很低 你比方说是 这个日本的大学生出去旅行的时候 大家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 这个男学生假如这个饭吃完了以后 女学生要去给她盛饭 给她 在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受到西方的教育 我们要处处的 就是所谓的cavary 就是有歧视的精神 我们要处处为女性 就是弱势的女性来服务 而不是女性为我们男人服务 可是日本他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 五姬这个小说 他就写出来 其实这个年轻的外交官 他心里是非常的后悔 那么这个 就是有罪恶感 所以这个小说是一个 忏悔性的小说 在那个年代来讲 有这样子的写法的话不一样 生活外 那么他其实他有很多的矛盾 因为文学是个感性的东西 可是医学又是个理性的 知性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 他对于古典 他这个文学那些 他跟这个现代的文学 他这个中间又是一个矛盾 他一共有三个矛盾 这个现在我们不讲了 所以他在这种生活里面 可是他能够做到很高的一个位置 很不一样的 而且他在文学理论方面 他很有成就 很有成就 那么文学跟这个 他的从事的 就官方的工作 这个中间也有冲突 也有冲突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并不注重文学 认为我明治为新以后 我们注重的是富国强兵 所谓富国 所谓强兵 就是注重经济 是富国 强兵的话 就是注重军事 这些科技这些 文学的话 风花血液 最好摆在后面 可是这个的话 可是他又在 所以他又是另外一个冲突 第二个 这个人 Natsumi Sousaki Sousaki 这个Natsumi Sousaki 他是项目素食 这个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文豪 我不是说小说家 其实春南康城 Kawabata Yasunari 比他重要 但是他这个 他的这个文学的理论 各方面来讲 他非常重要 他的项 印在日本的钞票上面 你这个 你想想看 像在中 不但是中国 台湾了 只有老 这个老总统 这个蒋中正 还有孙中山的项 印在上面 在中国大陆 只有毛泽东 一个人的项 印在上面 连邓小平 周恩来都没有印上去 美国呢 美国也都是 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比方美国最常用的 一块钱是华盛顿 一块是华盛顿 五块是那个林肯 十块是谁 我一下子忘掉了 十块是 是不是Hamilton OK 然后有五十块 一百块 这些通通是 美国的这个总统 还有Franklin 也在上面 可是日本 这个 他在上面 另外还有一个女作家 叫做永口一夜 他的项也在 钞票上面 永口一夜 是很重要的女作家 二十五岁就死掉 他假如不死的话 他会非常非常有成就的 所以你看日本的话 他们把这个作家 也印在 钞票上面 Nazumi Sosaki 那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 毕业的 英文学毕业 然后到伦敦 在这个伦敦的这个大学 念了 念了以后 念了硕士 回来以后 他就 念到东京帝国大学 TOKYO TAKU TAKU 单任 这个教授的职位 这他有两点不同的 他有 做一些小说 像少爷了 我是猫了那些 我是猫是怎么样的一个小说呢 他就是一只猫 从猫的眼睛里面看人类的世界 人之间贪婪了 这个残忍了 这个愉快了 还有合作了 还有占人家便宜的这些 就是好好坏坏 都由猫的眼睛里面来看 猫把它迷人化 来看 所以这个书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书写了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写 我是狗我是猪 什么那些 通通出来了 OK 大家就学它了 这个我是猫这本书 我没有看 我是有没有呢 我有 就是少爷 我什么 我们家里以前 经营那个纯文学出版社 是我们家的 那么这些书 我们家里通通有 可是我没有看 我虽然是教文学的一个教授 但是有很多的长篇小说 我没有看 为什么呢 我有点看不下去 讲究老实话 我真正的兴趣 是在社会科学 可是在教文学 那么还有一点 他是东京地大的教授 就等于今天你是台大 中文系 万文系的教授 或者你是哈佛大学 这个英文系的教授 那么结果 日本的朝日新闻 阿萨西新闻 阿萨西新闻 这个朝日新闻 请他做编辑 当然是文学版编辑 他就答应 普通大学教授 不太可能 说是愿意去做编辑 这个编辑 如果说是念到 一个博士学位 可能会变成 文学的教授 但是他会辞掉 这个工作 然后去阿萨西新闻 做编辑 还有一点 日本教育部 看他 他并没有这个博士学位 所以给了他一个荣誉博士 认为他真是太棒 日本第一把手的这个理论讲 给他荣誉博士 他拒绝 他说这个博士学位 可有可无 你假如没有 而哪一个荣誉博士 你对外自称博士 这个东西有点丢脸 我们台湾就不一样 所有的大的政治人物 陈水扁博士 宇秀莲博士 这些 每个人都有一个博士 马英九 他是真正是法学博士 他是哈佛的博士 像其他的这些人 都在搞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博士 然后自称博士 甚至有一个以前开武厅的 就好像王佑珍 他也是博士 对外都称王佑珍博士 这个 可是日本的话 他就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讲一点 你像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红树林 红树林这边呢 离关渡很近 关渡有一个大的桥 红颜色的 七红色的 这个 这个供桥 那么这个桥 桥形非常的漂亮 是谁设计呢 是 TYLin International 就是林童元 这个顾问工程事务所设计的 TYLin在什么地方 是在旧金城湾区 林童元呢 他只有硕士学位 但是他做到 Berkeley加州大学 土木系的系组院 而且他是美国的院士 台湾的院士 大陆的院士 他现在当然已经死掉了 一个福州人 他有三十几个荣誉博士 那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学校给的 都是一流大学给他们的博士 像什么剑桥啦 什么 什么 MIT给他们的博士 可是他对外的时候 他讲 不要称我们博士 因为我拿的是荣誉博士 荣誉博士 这个 不应该随便称博士 可是你想想看 他 情供桥园今天的地位 他在工程界的地位 多么的高 他 玉利虎名土 Pristress Comfort 这本书 我们几乎每个人 同系的 每个人都念过 这是一个很通常的一本教科书 这个是题外的话 OK 所以他拒绝这博士 他五十岁就死掉了 因为Nazumi Sousaki 他是有躁愈症 他有躁愈症 躁愈症 OK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 就是 Naz Naz的话 这个Naz 他这个是 就是 夏 夏 我姓夏 所以人家有人叫我Nazisa 夏先生 那么 如果是 春天的话 是Haru Haru 所以 你像这个 春上春树 这个重要的一个 日本的作家 他当然是通俗文学 他就是 Morakami Haruki Morakami Haruki Morakami就是 春上 Mora是春 Morakami Haruki Haru就是 春 春树 那么 秋天是 Aku OK 我们这个题外话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 前三节 第三个就是 借餐农之界 就是借餐农之界 Akutokawa Runosaki Runosaki 请各位注意 日本这个R都是念L 这个都是念L的音 这个是 所以Runosaki Kutokawa Runosaki 他是罗生门 跟竹手中 这两个短篇小说的作者 那么这两个小说 合并起来 被日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导演 Kutokawa Akira 黑泽民 Kutokawa Akira 导演拍出一个电影 叫做罗生门 这个电影是 三船闽囊 米夫奈 陀西洛 主演 是日本第一个 得到 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那个时候 不叫最佳外语片 叫做特别奖 OK 那么这一片子得到了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罗生门 这个罗生门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 这个东西 他这个 这个电影 实际上 他的内容 并不是罗生门 而是竹手中 可是呢 他两个小说 他把它合并起来 他用竹手中的内容 然后用罗生门的名字 为什么呢 这个你想想看 假如有一个电影的名字 叫做竹手中 你看这个名字 你就倒进胃口 你不会去看 但是罗生门 你要富丽堂皇 你就想到 要去看这个电影 对不起 等一下 我台湾呢 这边比较热 所以我要把 把冷气 打开一下 我现在开了 开了冷气了 对不对 竹手中 假如电影的名字 叫竹手中 谁要去看 对不对 但罗生门 富丽堂皇 你就会想去看 他这个 这个 竹手中 这个小说 讲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讲的是 罗生门 他就是讲 有一对夫妻 一个 这个夫妻 然后到了这个 罗生门这个地方 遇到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 就是要抢劫 然后把他的这个 丈夫给杀死了 丈夫还是武士 被强盗杀死 杀死以后 结果 看到尸体 然后被捕 强盗被捕 被捕以后 就开始 这个 法院上 就开始 征讯 然后让他们 招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强盗 一种讲法 这个太太 一种讲法 这个太太 就是说 被强盗 强奸了 可是他觉得 强盗 非常的英雾 他根本不想 跟这个丈夫 再下去 他很愿意嫁给 这个强壮 有力的这个强盗 那么这个强盗 倒反而觉得 这个太太 对丈夫 不仁不义 所以把她放走 那么这个丈夫 死掉 然后可是呢 这个丈夫 她死掉了 在庭上的说 她的灵魂出现 她有一种讲法 她是讲 她觉得 这个 失败了 所以她很羞耻 所以她自杀 死掉了 那么这个太太 就是说 她要 她的丈夫 跟这个强盗 两个人 比剑 比剑 来决定 这个胜负 然后有一个人 可以得到她 结果强盗 赢了 所以这几个人 还有就是 发现的人 各自 这个四个人 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叫罗生门 现在常常 我们讲 这个案子破了以后 或者不一定是案子 凶杀案 就是什么事情 这个变成罗生门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讲法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骗子 是 Kursawa Aquila 黑泽民 他跟那个 李夫奈 在陀西洛三分米狼 第一次的合作 那么得到 最佳外语片 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时候 日本电影很奇怪 日本1945年 战败 头墙 可是日本 到50年代 你看 从头墙 一直到50年代 一共只有五六年的时间 他的电影 就已经能够 在贫苦的这个状态 贫穷的状态之下 能够 六五零年代 有三次得到 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那个时候叫特殊奖 我给三个 第一个是公本五兆 第二个是第一门 第一门是 这个橘子宽所做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不是第一个是罗生门 第二个是第一门 还有第三个是公本五兆 这三个 这三个得到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那大概这个罗生门呢 是1951年得到 那么1953年 第一门得到 第一门是橘子宽 所做的 那么第三个 是1955年 得到 1955年 就是公本五兆得到 这个橘子宽呢 我们这里不讲 他其实日本 他是一个所谓的 大众文学作家 台修本格古 日本 他把文学分得 非常的清楚 一个是 橘本格古 就是 纯文学 橘本格古 本格古就是文学 另外一个是 大众文学 台修本格古 也就是通俗文学 基本上 橘子宽 写的是通俗文学 可是呢 他从一个贫苦的 作家 他后来变得 非常的有钱 而且他把他的钱 拿出来 做了很多的 对作家 慈善的事业 而且提高 作家的地位 让作家 有比较好的收入 我刚刚讲 这个日本的 纯文学的作家 常常跟平均 托育不了关系 所以橘子宽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小的时候 非常的穷 念小学的时候 课本他都买不起 他用抄的 用抄的 是这样子 后来他进入东京地大 但是因为帮助朋友 好像作弊 还是什么样 被开除 他就跑到京都地大去念 在那里毕业 以后他有一本书 叫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已经超过100年 叫做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那么这个杂志 你在中正机场 现在不叫中正机场 叫做桃园机场 那个贩卖部 你都可以看到文艺展 为什么有很多日本人 到台湾来旅行 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商品店里面 能够看到日本的重要的这个 这个文艺的作品 那么所以就就有 所谓的 什么啊 所谓的这个文艺春秋 那么橘子宽 我不晓得蔡宽在不在 今天在不在线上 蔡宽他跟我讲 他父亲给他取名字 就是因为他父亲 他父亲是 就是日本时代的师范毕业 是小学老师 所以他父亲非常喜欢 这个橘子宽的作品 所以给他的名字取名为 蔡宽 街参龙之介 这个人呢 35岁就自杀死掉 日本的作家很多的自杀死掉 很多自杀死掉 我们现在再讲到大正时期 大正时期 日本就是前三节讲 后三节 后三节不是在明治时期 是在昭和时期出印 我们现在第二个时期 是大正时期 台秀 大正时代的文学 这个一共就十四年 这十四年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经历了什么呢 经历了第一次世纪大战 第一次世纪大战 1914到1918 所以在这个十四年里面 经历第一次世纪大战 那个时候大正时期 他的文学 他分成两个派别 一个是白华派 这个白华派 就是贵族学习院 只有贵族的人 才可以进入这个学习 还有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组织了 那么这些人 当然家里环境都很好 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优越感 他们要追求的是 更高的精神 这个更高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人道主义 人性的光明面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要追求的 那么这种 就是等于贵族这些人 他们追求的 可是实际上一战以后 日本的现实的生活很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又跑出来一个 就是新思潮牌 新思潮牌也是东京地大的学生 组成的 那么他们呢 就是把现实的生活摆进去了 他跟这个白华派 作为一个对抗 那么在这个 白华派有什么人 有游岛武郎 有志赫直哉 五者小鹿师都这些 那么这个 新思潮牌有什么呢 有集出宽 集出宽在里面 所以这两个做对抗 在下面 这14年完了以后 就进入昭和时期 昭和时期 昭和时代 昭和时代 我不能讲时期 日本人叫时代 昭和时代 我们觉得 这个一共有63年 你看 89-26等63年 那么这个经过 侵略中国 在太平洋战争 还有朝鲜战争 还有美国跟俄国的冷战 都经过这个时期 这63年 这63年怎么来比 乾隆皇帝 好像是又在位64年 英国有威多利亚文学 威多利亚女皇 在位的时候 有威多利亚文学 也是63还是64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代 这个都是很长的年代 因为你想想看 你如果20岁 25岁做皇帝的话 那个差不多 你要活到90岁 以前的人活到90岁 并不容易 所以这个时代 昭和时期的文学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此 已经一个东头 我想给各位一个机会 喝一口水 去上一个洗手间 因为今天来听的 大部分都是 噩机伞 不是老人 那么你 当然你要憋也可以 或者是 你今天有带这个 带这个什么 尿布也可以 OK 那么我们现在 休息五分钟 好 然后我就下面 开始讲 昭和时期 重要的作家 包括 古籍润一郎等等 OK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夏教授 我想这五分钟 也很宝贵 我们在线上的话 如果有哪位朋友 愿意分享一下 其实我对日本的文学 并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也不是学文学的 但是我知道 就是从人物历史来讲的话 就是日本受中国的 文化的影响很深 不管是艺术 建筑方面 文学方面 我就不是很懂 那如果其他朋友 有人愿意分享一下 也很欢迎 就这几分钟 谢谢 刚刚 我是张富荣 刚刚这个教授讲的说 有一个是什么 建于什么 那个日本那时候的文学 他们跟建很有关系 对不对 对 去花与建 对对 anyway 从小我在台湾那时候 是看了很多武士片 包括这个 那个公本武藏 那他有三级 那还有 以前还有这个 欧开的那个武士片 那时候台湾是泛滥 但是其中有几个 是也都不错了 好像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大剑侠 什么那个 还有七五四 这个后来美国片 都抄这个七五四 就是黑泽民的电影 完全是那个 当然那里面有几个 都是真正是 好像很享受 这种武侠小说的那种 他们的这个 建有建道 有什么人道 混在一起 有没有 好像是这个 日本很重要的文化 武士道精神 这个都是 他们一向在标榜的 对不对 anyway 然后其中有一些 他们那一段期间 就近代 有一些都是什么 叫推理派的电影 有没有 什么那个 我忘记那个电影名称 就是兄弟两个人去绑票 结果 弟弟爱上这个女主角 结果绑票 绑票的结果 他爱上女主角 所以他哥哥 两个冲突之中 就被弟弟杀死 然后开始逃亡 这个电影 我不晓得是什么电影 anyway 然后 各种的这个 爱情文艺变也不少 对不对 尤其是像这个什么 爱染贵的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这个 反正那个 他们有一阵子都流行 那种爱情故事 有没有 那个日本 确实演得也很凄凉 也非常的 哀美的那个样子 那那个主要 他们还是拍那个 武士片特别多 尤其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仲代达志 他那个本来就剑手 然后他拍电影 拍武士片是特别像 他可以跟三船敏郎一样对峙 两个都不像上下 因为他本身就是剑几手 所以他演出来的 那个武士片都特别像 特别好看 OK 而且 还有一部就是在 在堪称印章得奖的 叫做 塞布古 就是自杀的那个 有没有 就是 在那个武士已经没落的时候 他那个 那个武士就是要出来讨饭吃了 没有办法 还要去借钱 贷款 跟那个有钱的家族贷款 也就是银行 但人家说 他还讲大话 说武士有武士道的精神 他说如果不借了 我就自杀 但是那个财主说 那你就自杀吧 我们没有办法借你 当他说要自杀 这个刀一抽出来的时候 根本他刀子早就荡掉了 是竹刀了 他们就看着 狠心看着他说 你就自杀给我们看 因为你是武士嘛 他用竹刀自己自杀 结果他的爸爸是真正的见到 就是重贷打字眼的 他就出来报仇 因为一个人要打 两百多个武士加成 所以这个电影从头大尾 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一直杀过去 就是这个重贷打字 在日本房间一间一间杀过去 他为了儿子 因为他儿子被人家逼死了 那个就是 很可笑的武士道精神 在那时候为了钱 也是要跟人家这个拜托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这部电影就在 意大利堪称一段 好像就得奖 那个 他们的各门各派的电影很多了 我只讲到 签负 签负对对对 签负了 签负了 签负对对对 那个那个 对对对 我们那个夏教授回来了 我想这个五分钟到了 好我们就进去 OK 好 谢谢你 那个 那个 签负这个电影很残忍 因为他是竹刀 竹刀要切很困难 对 对 相当困难 OK 其实啊 这个我讲这个 Kurusawa Akira 黑泽民 他早期的电影都是五十道的电影 大部分的五十道电影 后来他有拍 时代剧 像天国与地狱 就是一个绑架的故事 到后来的时候 晚期的时候 他开始拍 有一些很不同的 像You Name 就是梦 这个有六个 又八个梦 那个的话 整个的完全是没有故事 完全是一种意境 OK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像我觉得 黑泽民呢 他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导演 张一谋能不能超过他 李安能不能超过他 到目前为止还不 并没有 但是呢 因为李安年纪比较轻 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有机会的 现在我们开始讲 赵和时期 Xioa 赵和时代 他重要的这个作家 这一共有六十三年 大部分的作家 在那个时候 都是东京地大毕业 TOKYO TAKAKU TAKAKU 为什么是东京地大毕业 这一点我就不了解 我有问过 日本文学的教授 他们也讲不出来 也讲不出来 好 那么第一个讲的是 古希润一郎 古希润一郎 他这个人呢 他写的一个很著名的小说 叫做Sasami Yuki Yuki就是血 Sasami Yuki就是戏血 那么 他说你没有share screen 没有share screen 我没有share screen 我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OK 古希润一郎 他写这个戏血 这个戏血是什么 他不是讲在东京 是讲在大阪 有四个姐妹 这个四姐妹 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的这种 互相的嫉妒 互相的协助 互相的友好 通通写的这个 他把大阪的这个风情 人物这些 通通写进来 这个戏血 Sasami Yuki 那么这个小说 是很厚的一个小说 我当然不可能去看 我是讲翻译的小说 但是电影我看过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 到那个 Nihomachi Nihomachi 这个叫做日本丁 在旧金山 Japan Town Nihomachi 那个电影院 去看这个电影 看之前 当然我们一定 先吃一顿日本饭 OK 再去看 看 因为这个 看到这四个姐妹 她们穿着这个和服 在这个樱花底下 哎呀 就在这里 唱歌了 真是美 没有话讲 看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 那个 后来完了以后 我的妻子就跟我讲 她说 这个电影真是好 但是你是个男人 所以你不太能够欣赏 我跟文革讲一下 像《红楼梦》 是我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学作品 没有一个比这个重要 但是《红楼梦》 我搞到五六十岁 我才勉勉强强把它看完 像张爱玲的这个 我想 那个三个字的一个小说 叫做什么类的 《半生日圆》 《半生日圆》 对 《半生日圆》 我也是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完 但是你说写的好不好 那当然写的好 没有话讲 为什么 她写的那些事情 就是我们男人 有的时候并不见得 那么大的兴趣 OK 另外就是 这个国籍内容 很重要一点 她把原始物语 翻译成口语文 因为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文语题古文 也就是文言文 她翻译成口语文 那么这个原始物语 后来在中国 有很多人翻译过 你像甚至于 风之凯都翻译过 在台湾 也把它翻译成 这个白话文 原始物语 台湾白话文 是谁翻的 有没有人知道 能回答 是我母亲的一个好朋友 林文月教授 林文月 母亲 英章兰西 她是一半美国人 一半中国人 他们四个人 经常在一起 他们四个人是好朋友 经常在一起 那么林文月 把它翻译成这个 中文 春情 当然也是一个 很好的小说 但我们没有时间介绍 我想很多人 很喜欢春情 这个小说 OK 然后讲 Edo Shosako Edo Shosako Edo Shosako 这个远藤周作 远藤周作 他很不一样 他是个天主教的作家 请各位注意 日本他有两个宗教 一个是佛教 一个是神道 但是他是个天主教的作家 OK 那么他写的这个 重要的作品 有两个 我现在把这个 把它摆上去 我看我要怎么样摆 OK 有两个 一个是申河 一个是海域毒药 我先讲申河 这个申河 这个小说 他是讲 日本人 他们就到 印度的恒河 就是申河 到那边去引行 那么这个小说 就把日本 东西方文化的 这个差异 还有日本人 他的宗教观 他的转世观 就是我这一世 我是夏祖座 下一世的话 我可能变成 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转世观 还有就是 范神论 跟义神论 有义神论 但是也有范神论 那么这一些 他们之间对立 通通写的这个小说里 所以这个小说 是个 是个有深度的小说 那么还有把这个 他因为是天主教 他把人的原罪观念 也写进去 那么这个人 曾经经经过 林水福教授的 这个邀请 到台湾来 参加过 出席过 出席过宗教文学会议 OK 那么在讲 这个 他 远中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说 是海域毒药 这个小说是讲什么呢 是讲在二战时期 日本有很多的俘虏 所以啊 他这个九州大学的 帝国大学的医学院 这个 QSHO 他的医学院 他里面的这个 教授跟护士 把这个俘虏 就是美国的飞行员 还有中国的 中国人 这个 还有这个朝鲜人 拿来做活体解破 做医学的研究 那么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 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 你念医学院 你要有大体解破 没有错 有大体解破 以后你做医生 你可能外飞行员要开刀 没有错 但是对于 拿这个活的人 来做医学研究 他们不是动物 他们是人 这一点的话 这些护士跟医生 他们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都写在海域毒药 这个小说里面 所以眼疼周作 他是这样一个作家 他有没有被提名 诺贝尔文区奖 有被提名 可是提名没有用的 他后来写了一些通词作品 台修本高谷 大众文学的作品 所以他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 其实春上春树 也不可能得到 因为春上春树 他写了太多通俗作品 可是春上春树 现在越写越好 我看他写那个 《诺威的森林》的时候 写的真的是很不好 一看就是通俗小说 可是他现在越写 听说越写越好 深则气了 这个人 他的并没有重要性 他是新人 得到这个 《拿来亚马布什口》 《拿来亚马布什口》 就是《游山节考》 那么这个小说 这个表是讲弃老 把老人丢弃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拿来亚马布什口》 是这个《拿来亚马布什口》 《游山歌曲》的考剧 《节》就是歌曲 《游山歌曲》的考剧 那么这个电影是讲的 气老 就是讲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 好几百年以前 他们非常的穷困 在山里面的人更穷困 那么结果他们有一个规矩 就是老年人 他们没有能力再去工作了 70岁就没有能力了 你看我现在80岁 我还在这里讲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营养好 我们的这个医药好 对 他们的话70岁 那个时候老人就没有能力工作 那个时候就要他们的习惯 就是由他的儿子 把这个老的男人或者女人 送到山里去 把他丢在 摆在《拿来亚马布什口》那里死掉 死掉 那么这些有一些老人就觉得 到了70岁我就应该去 因为这个是我可以去见到山神 所以他就是愿意去 可是也有一些老人 就是说我不愿意死亡 不愿意死亡 OK 就不一样 那么在去之前 这个老人到70岁去之前的时候 大概就会有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就是村里面的长老 跟这个他的儿子 跟他的这个要被送去山里面 见山神的母亲或者是 这个父亲呢 有一个会议 会议的时候就要跟他们讲清楚 你现在要送你的这个父母去山里面 你有三个三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点 你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 要不然的话就会引起轰动 说这个现在背着入山了 对不对 所以你掉到半夜的时候 因为这个像村子里人 你明天要工作要种田 他们不会半夜出来再去 也没有什么街可以逛 那么你半夜的时候 你把母亲背 或者父亲背出去 第二个 你这一路上 不可以跟你的父亲 或者母亲交谈 为什么 你一交谈以后 你可能动了彻影之心 你又把他带回来 第三点 你把你的父亲或者母亲 摆在那个地方 那个油山 那个山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 回头走下去 你不可以再回头 回头你看到你的父母的时候 你可能就动了彻影之心 对不对 所以是这样子 这三个条件 那么这个他就是讲陈平 陈平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农人 他的母亲 这个阿伦 他背着阿伦去 那天他去 阿伦希望去 可是陈平不希望 把母亲送到山里面去死掉 但是阿伦希望去 结果就去了 结果这一路上 他们就不讲话 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就看到很多的尸体 就是骨头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母亲 就指着一个地方 指着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就在这里 然后他就把他母亲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 他就很难过 因为他实在不希望 让母亲死掉 可是母亲呢 就不是这样的想法 母亲认为我应该死 所以看他这样难过 上就给他一个耳光 那么他就只好就回头就走下去 那么这个 他们在有一个迷信 就是说在他们把母亲背到山里面去的时候 假如遇到下雪 那么就是母亲的好运 因为就可以尽快地见到山神 这个就是一个迷信 一个迷信 我们大家在美国东部 东部或者北部知道 一下雪的时候气温反而比较高一点 反而比较不容易死 可是这个是他们的迷信 结果他一路往下走下山回家的时候 在这个山洼的地方 看着有一个男的背着他的父亲 是要上山 要去送死 这个父亲就是被绳子绑住 可是他父亲就不愿意死 就一直撬 一直哀求他 结果他这个男的 他就很生气 他就把他父亲从那个伤癌上面 就一下子推下去 去吧 去见山神吧 他父亲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 滚下去的时候 那个底下有很多乌鸦 这个乌鸦就冲上来 结果他在看 看这个 这个望下看着父亲怎么滚下去 那乌鸦一下子冲上来 结果他就躲那个乌鸦 这个变成一个经典的镜头 那么结果这个 陈平在望下走的时候 忽然开始降血 降血 哇他很高兴 他就忘记他的誓词 他对要答应的事情 他要回去告诉他母亲 说是母亲这个降血了 这个是你的好运了 对不对 他就回去了 爬回去 爬回去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母亲在这个地方 他的母亲 这个是一个白的披甲 那么他的头发是白的 血降下来 整个的 这个一个一个镜头 在这个地方 他看到 他就跟 就 跟母亲讲 是 卡桑 卡桑 就是 我卡桑是 禁鱼 这卡桑 母亲 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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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有机 服务 像血的 这个真是你的好运气 他母亲 睁开眼睛 看到他一波 就让他回去 让他回去 他只好就回去了 那么这个是油山解考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话 是蛮感动人的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 大概也有40年前 金春昌平拍的 OK 下面讲 司马辽太郎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 不是很多 所以我要稍微快一点 司马辽太郎 辛巴鲁塔罗 辛巴鲁塔罗 他这个是一个 历史小说的作家 也就是台修 本高古 大众文学作家 那么司马辽太郎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比喻 因为他对司马迁 中国的司马迁 非常钦佩 所以他用司马 辛巴 辽是辽远的意思 就是等于是 中国很辽远 塔鲁塔鲁是日本一个 很通常的名字 司马辽太郎 他写的历史小说 他写的历史小说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寻死 他是讲日本陆军的军神 乃木西点 乃木西点 他那个时候 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日俄战争 他的佛罗的海舰队 到了对马海峡 被日本整个的击败 对不对 他的陆战是在哪里打的 日俄战争的陆战 是在中国的吕顺打的 这个对于 这个鲁迅 后来本来是在 仙台医科学校念书 说从这个医学 转到文学 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我们不讲了 没有时间讲 那么这个打这个 这个日本的军人 就攻这个203高地 203高地 那么乃木西点 他的两个儿子 在那个 那个时候日本 这个 俄国 他有机关枪了 有马克星机关枪 这个机关枪很 很厉害 OK 所以可以打死很多日本 结果攻这个203高地 日本的军人 一共死了两万人 攻了好几个月 还攻下来 那么乃木西点 他的两个儿子 死在这个 这个战争里面 所以到时候攻下来 攻下来了以后 就就等于是胜利了 胜利了 各位看这个 这个图就胜利了 日本这个棋子上去了 OK 所以啊 他回来以后 他乃木西点就觉得 我让这么多日本人死掉 我真是对不起这个国家 而是我自己儿子死 所以他就要求 明治天皇 赐他 切伏自杀 好了可以 切伏自杀 但是明治天皇拒绝他 说是你不需要切伏 你不需要切伏 所以他就不能切伏 OK 他们很注 日本武士道很注重的 这个就是 要效忠的精神 OK 说不可以的 不可以 可是到明治天皇死了以后 他就切伏自杀 那么他的太太 隔喉自杀 以泄国人 因为死那么多人 所以啊 在东京有一个奶木西点的一个墓园 一个墓园 一个墓园 一个一个庙 在那个地方 我也有去看过 OK 奶木西点他曾经 台湾的第二任总督 他对台湾人压 压炸 杀了很多台湾人 反抗台湾人 还有他卖鸦片 给台湾人吃 日本人不可以 那么李登 他这个 司马辽太郎 杏巴琉塔鲁 他曾经写过 他访问李登辉总统 他写过一个台湾人的悲哀 李登辉那个时候是做总统 那么在做总统的时候 讲这些话 是不是恰当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是要再批评任何人 所以我就把这个 有这些事情 我讲给你 听一下 OK 大江剑山狼 Oi Kandaburu Oi Kandaburu 这个大江剑山狼 他是生在Shikaku 在Shikaku长大 Oi Kandaburu 那么他在1984年 在得到日本第二个 也就是为二的 这个诺贝尔Price 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基本上 他是个存在主题的作家 OK 那么 他这个人呢 他他在东京地大 法文系毕业 他写的论文 就是 就是这个 沙特小说 Jean Paul Sutter 这个存在主义的 这个Existentialism 小说中的这个影像 那么他非常崇拜 是谁 Albert Kameu 就是写这个 Le Tonche 叫一厢人的 Cameu 还有崇拜这个 沙特 这个 Jean Paul Sutter 还有崇拜 William Faulkner 福克纳 美国的作家 这个福克纳 The Song and the Fury 生育愤怒 另外他崇拜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现在讲 这个 安部工房 安部工房 他是一个医生 医生 他医学院毕业了 OK 他写的 很著名的一个小说 叫做 沙丘之女 沙丘之女 那么这个 小说 是完全存在主义的 这个味道 很像卡夫卡的小说 他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沙丘之女 安部工房 被提名诺贝尔奖 可是没有得到 可是他是相当 出名的一个作家 OK 他这个 沙丘之女 就是讲 有一个 这个中学的教员 生物教员 还是什么 他暑假的时候 他就到那个海边去 结果看到 有一个沙丘在那里 他就下去了 下去了以后 他就去看 看那有些人住的那里 结果他就上不来 找不到路上来 上来的话 所以他就 住在一个寡妇家里 寡妇有孩子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把那个 从沙子到那个房子里 把那个沙子 通通搬 通通 挖出去 挖出去 每天就 不停地工作 就像有 The Mass of Sisyphos 西西佛斯神话一样 那个人 西西佛斯神话 那个西西佛斯受到 上帝的惩罚 所以他要把一个 大石头 推上山里 推上山里以后 然后石头就下来 他又推 整个团团就做这个事情 还有像谁呢 还有就是像 这个吴刚 在月球里伐木 这个伐了木以后 木还继续长 OK 所以他们就整天那晚 就弄沙子 那么他跟这个女的 就在一起了 那么他整个的人生观 有改变 可是就有一天 他找到一个出路 他就出去了 出去应该他回到 现实世界 没有 他失踪了 因为他不愿意再回到 现实世界 你想想看 这段话一定是 卡夫卡的这种 风格的小说 就是这个存在主义的小说 有很多是讲的 这个荒谬 还有人的无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存在主义很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存在 先于本质 如果存在 先于本质 existence is prior to isence 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不承认 有上帝的存在 唯有上帝的话 就没有人能够帮助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 安部工房 这个医生 他写的这个 《沙丘之女》 我记得很清楚 我母亲 担任 《人和复刊》组件的时候 用了很多的 这个文学 日本的 翻译的小说 那么这个 《沙丘之女》 就是那个时候 连载的 下面讲 Yoshikawa 一级 Yoshikawa 一级 就是《鸡穿英志》 他也是台修本格古 大众文学 那么他写的 最有名的一个小说 就是Miyamono Musashi 这个《公文武藏》 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 是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到最后第三集 一共拍成三集的电影 就是Miyamono Musashi 《公文武藏》 跟那个Sasaki Kojiro 佐佐木小侍郎 在Ganjio Jima 这个决斗 佐佐佐木小侍郎 他们之间的决斗 那么这个电影的话 由三川米郎 演《公文武藏》 赫天浩尔 演这个Sasaki Kojiro 那么这个点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公文武藏》 他是 大概 他跟 佐佐木小侍郎 决斗的时候 大概离现在 400年前 好像是1612年的决斗 《公文武藏》 那个时候大概是27岁 28岁的样子 佐佐木小侍郎 年龄不可考 不知道多少岁 应该是比较年轻 可能223岁 《公文武藏》 他在跟这个 佐佐木小侍郎 决斗之前 他已经连赢了63场 63场 也就等于 他杀了63个人 那么现在跟 佐佐木小侍郎 在原来有点决斗 那么 佐佐木小侍郎 他身体比较高 他面如美韵 长得很英俊 而且 还有很多的 这个 女朋友 这个女人都喜欢他 所以 这个 他有一个外话 叫做花枝小侍郎 花枝小侍郎 公文武藏 只有一个女的 很喜欢他 他跟别的女的 都没有关系 但他跟这个女的 也不愿意发生任何的责任 这个女的是谁呢 就是阿通 阿通 这个八千草薰 在这个店里面 这也不阿通 这阿通气质 很好 他就跟公文武藏讲 他说 你不要再决斗了 我们两个 好好的生活吧 OK 可是公文武藏 他不愿意跟这个阿通 这个什么 他爱不爱阿通 他很爱阿通 阿通也爱他 可是他们两个 不能产生爱情 不能产生爱情 真正的爱情 或者是身体的接触 原因在哪里 因为公文武藏 一直要决斗 你如果要决斗 你不能够有另外 有家庭 或者是有女人 来分你的信 他现在已经连营63场 还继续要杀下去 请各位注意 他跟左手墓 小侍郎之间 并没有仇 那么这个阿通 他爱阿通 阿通爱他 他走到哪里 阿通就跟到哪里 可是他不能够跟阿通 他还要一直决斗下去 左手墓小侍郎 这个人 他高 而且英俊 他用了一条 这个 剑 叫做赛衣杆 这个赛衣杆 比一般的剑长 所以他背在身后 他有一个 技巧 就是什么 飞刀斩 飞燕 他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燕子飞过来 假如接近他头的时候 他 啪 就把刀 就把那样子 就可以从空中 晒下来 去让他落在地上 飞刀斩 飞叶 那么 左手墓小侍郎 他就一直希望 跟公盟武藏 决斗 他们两个 彼此心心相惜 彼此很 亲爱对方 可是呢 他们也同时 并没有任何的仇恨 决斗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公盟武藏 是日本 第一的剑士 所以 左手墓小侍郎 必须要向他挑战 OK 那么结果 挑战一直没有成功 比方有一次 他们在一个朋友的 大家都相识的人的 那个不是 那个 那个 葬礼里面 见面 见面小侍郎 看了 就是说要跟公盟武藏 决斗 公盟武藏 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决斗 这样 在这个葬礼里面 到外面去决斗 对死者不敬 OK 其实啊 这个 左手墓小侍郎 还救过公盟武藏一命 为什么呢 公武藏 那个时候 住在京都的一个 一纪院里面 有一个吉岗小姐 非常的喜欢她 非常爱 是吉岗还是吉田 吉田小姐 非常爱她 可是她跟吉田小姐 她是子于你 OK 那么她住在这个一纪院 结果 这个 不是 不是 是吉田小姐 OK 吉岗 吉岗家族 吉岗 青石郎 吉岗 传奇郎 他们听到公盟武藏在 这个吉岗传奇郎是地理 就向公盟武藏挑战 要他在一城市一级究竟 决斗 一城市我去过 这个地方 是在京都 一级究竟决斗 结果那天 要决斗的那天 这个公盟武藏 穿着一个大红的这个和服 带着两把剑 然后那个时候天空中降着小雪 她在这个义气院里面 那么结果她就经过这个院子 有小桥流水啦 什么那些啊 这个石灯啦 这些要经过这个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子不是义气 大概九岁八九岁左右 她是在义气院里面工作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穿了个红色的和服 那么这个 她就在那个院子里面 自己唱歌啦 什么那些 就是在那 那么那个雪就降下来 这个雪 很温柔的降下来 降在地上 是白色的 她穿着红色的和服 在家 那么公盟武藏 就穿过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 这个女孩子停止 就跟她讲 叔叔你要出去啊 她说对我要出去 她说 你要赶快回来啊 要不然吉田小姐会骂我 说是我没有跟你讲 你要快回来啊 OK 叔叔你一定要快 赶快回来 公盟武藏说好 我会很快回来 然后这个女孩子 就用一个竹竿呢 把那个门撑开 撑开以后 公盟武藏低着头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下面一个镜头 镜头啊 就是什么呢 下面一个镜头啊 就是 她到了一级九级 一城市 一城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雪 狂风大雪 就就就就 就这样的景色 那么几岗传奇狼 就在那里有一个 一个水缸 他在那里烤火 烤火 这个时候 这个公盟武藏 从那个狼里面过来 几岗 有人就喊 公盟武藏来了 结果他几岗传奇狼 马上就用 把这个水 漂水 把这个火击灭 然后跟旁边人讲 我等等跟他决斗的时候 你们不可以 加入这样的 打 公盟武藏 从那个上面下来的时候 几岗迎上去 就跟他 跟他讲 几岗传奇狼 跟他讲 说我学了武术 今天我就是要跟你 决一生死 我要取你的命 下面一个镜头 两个人没有打 就是比一下 然后再下一个镜头 是什么呢 这个电影镜头 就是公盟武藏 又回到他那个 异纪院 那么那个女孩子 还在那里唱歌了 那个时候又是 那个血很温顺 温柔的降下来 底下都是白的 那个孩子 把车开了 就把公盟武藏带了 说哎呀 这个吉田小姐 已经在问 说你在哪里啊 说我赶快带你过去啊 然后就把他 拉着他的手 过了那个小的石桥 过去 然后就到了那个 玄关那个地方 吉田小姐在那里迎接他 他就站上去 结果那个时候 那个女孩子 站在底下 就看了一会儿 哎呀 所以这个 叔叔 你身上都是血呀 都是血 很多血呀 结果这个时候 吉田小姐就 讲了 他说 这个不是血 这是 海棠花的花粉 把它 你赶快离开 走开 所以这个时候 公盟武藏就讲 他说我已经 连续打了六十 六十几场 赢了六十几场 杀了很多人 可是我没有 向民有这么镇静的功夫 再下去 吉港亲司郎 被杀了以后 吉港 传七郎被杀以后 他的哥哥吉港七次郎 要跟他做打 再打 这次打 不是在这个一城市打 而是在一个郊外打 郊外打的时候 他们就 晚上打 就整个布置好了 就准备一百多人杀他 然后就 把那个吉港少爷 绑起来 不让他出去 因为他知道 一定打不过这个功能 那个时候 这个谁 这个叫做 这个 周周武小次郎 就站在一个小山坡上 看 就看那么多人在布置 所以他就 一下子下去 下去了 你们在干什么 人家就 你管不着 这个晚上 你管不着 他说 你们太别逼了 你们这么多人 要对付一个人 OK 就跟他们吵 然后马上就拿出剑来 剑来当场就杀死两个人 OK 这个时候 孤孟武藏来了 来了以后 这个时候 他就听到这些 吵的声音 吵的声音 所以他起了警戒之心 结果有人喊着 武藏来了 周周武小次郎 退上去 那么孤孟武藏 有警戒之心 他看了地形以后 他就到那个水稻田里面 有千墨 所以到千墨上 站在那个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 只有两 前后有人可以跟他打 旁边的人 那么都在水稻田的泥里面 没办法跟他打 所以他这样子 只要对付两个人 这样前后 就这样 就慢慢的一路 这样杀过去 杀到最后 那个山坡底下 他啪呀 跑到山坡 他就走了 走了那个时候 这个周周武小次郎 就看到他能够逃脱了 就喊了一句 讲了一句 他说武藏 祝你大成 你越大成 我越大成 为什么呢 你越成功 我越成功 你一百多人 你都能够脱逃 那么下去 我把你杀掉 我更不得了 再下去 他们两个约定 一年以后 在研究岛决斗 一年以后 这个周周武小次郎 已经在官府里面 坐了官了 坐了官了 所以他就 整列的 就是等顾文武藏 明天一早 这个 做一个小的 滑着船 因为那个时候 四百年以前 没有弃船 滑着船 滑过来 跟他决斗 他就在那个地方 周周武小次郎 穿了一个白色的 这个和服 红的披肩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一夜 这个 公文武藏 就 由这个小的 滑着船 滑过来 在滑过来 这整个晚上 要到明天 一清晨的时候 就到 那么他在船上 他就 有一只船桨 他就把他 削削削削 那个船夫 滑船的这个 摇弩的这个 船夫 问他 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 我这个 长度比较好 我拿这个木剑 跟这个 周周武小次郎 因为小次郎 个子高 所以他用的 那个 这个 长的剑 然后这个 郭文武藏 就跟那个船夫 讲 他说 我已经 联营63场 但是这一场 对周周武小次郎 我没有必胜之心 如果我不信 被周周武小次郎 杀死 你不要把我的尸体 留在 沿流掉的 海岸 海边 请你把我的尸体 运回去 运回去给儿童 这样的儿童就知道 得到他所有的爱 清晨的时候 这个船到了 到了 那个太阳 还没有升起来 他跳下来 那个时候 人家喊 武藏到了 周周武小次郎 很高兴 然后就上去 向他的主公 请示 能够决斗 主公就答应他 然后他从上面 就跳下来 山坡上 整个的 就跑下来 那么 公门武藏 跳出 这个船 两个人 就在那个海滩上 就 发生了 日本史上 最有名的一场 决斗 这两个人 一开始打的时候 这个 公门武藏 就已经感觉到 周周武小次郎 跟他以前杀的人 不一样 这眼法非常锋利 两个人就打 那么这个 周周武小次郎 就微笑着看着他 就是我要杀你 可是公门武藏 就很紧张 他又流汗 然后又闭着眼 这个 闭着眼睛 两个人打 打了一阵子以后 这个时候 周周武小次郎 不让公门武藏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公门武藏 他在下面 他在上面 这样子 他往这边走 他往这边走 两个人就这样子打 这个时候 太阳开始升起来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他这个 刀光剑影 照着公门武藏的 这个剑上来 然后就 让这个 小次郎 他的 眼睛 就一直晃 用刀光剑影晃 这个电影拍的 就真的好 这个时候 周周武小次郎 忽然把他的那个 赛一杆的剑 从这个 公门武藏的脚底下 一扫过去 公门武藏跳起来 他那个时候拿着木剑 那个时候把钢剑拔出来 在下面一个镜头 就是两个人不动 周周武小次郎 还是微笑着 仿视性地看着公门武藏 公门武藏看 就是皱着眉头 看着周周武小次郎 然后周周武小次郎 就慢慢地倒下去 此在原来的海培 那么 周周武小次郎 他服务的那个官府的人 就下来 下来以后 就向公门武藏 道贺 就是你把我们 你把我们 有史以来最重 最著名最强悍的一个教练 你把他杀掉了 真是恭喜你 你的剑法真是强 真是强 这个公门武藏 这个时候就跪在 周周目小次郎的尸体的面前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周周目小次郎 武藏身平 无二次敌手也 讲完了 回去 回去就走 回去了 就上了船 船上 船夫把他摇回去的时候 就哎呀 真精彩啊 我从来没看过 这么好的一个一场决斗 你真是了不起啊 那个公门武藏 就坐那里 一句话不讲 眼泪就 拼命流下来 因为他非常的感慨 他把他最喜爱的 一个年轻剑士 已经杀死了 这个 这个小说 我看了 没有看几页 我就不愿意再看 因为是个通俗小说 但是拍成电影 真是了不起 这是给日本得到一个 奥斯卡金像奖 外部作为一个电影 那么 这个 就是村上村属 它是介于 可是他现在越写越好 他下去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了 然后进后三节 这后三节 第一个是景上进 以诺尔 以诺尔 他写历史小说 他特别喜欢中国 你比方楼兰 敦煌 太平珠翁 这些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 这个小说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 其实算是台修宏格古 是大众文学 可是他的不算 他的算是这个 纯文学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 一部就化成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的话 他就很不一样的一个小说 那么 米西班尔 的话 他的确是写得好 如果他没有自杀的话 他应该在 大江建三郎之前得到诺贝尔 文去讲 但是他自杀 优国 优国是写的这个 二二六事件 那么这个年轻的少尉 因为这个 想要 想要叛变 失败 然后跟太太两个人 知道明天的话 一定会被处死 所以说 今天晚上睡觉 做爱 然后自杀死掉 三郎一夫 四十五岁的时候 他自己有一个军队 这个军队 叫做巡族会 那么这些人 他很有钱 他所有东西都有了 所有的美 他都有了 那么他 这个军队 他 那个时候认为 日本战败了以后 失掉了五十道的精神 所以他就 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 带着他的 私人的军队 创入日本的自卫队 在自卫队里面 他把那个 自卫队的 这个司令 加持了 然后在二楼演讲 面向最后 演讲完了以后 面向着皇宫的方向 他就切伏自杀 然后他下面的一个助手 升天必胜 上去把他的头砍掉 就是还没有死的时候 把头砍掉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不会太痛苦 赶快头砍掉 然后升天必胜 自杀 切伏自杀 然后第三个人 这个叫戒错人 就是砍他的头 砍完了以后 那么然后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可是他并不是 像外人所讲 为了军国主义的复兴 而自杀 不是的 其实你看 三老游进夫 这一生来讲 这一生来讲 那么他 他什么都有了 金钱也有了 声誉也有了 他演了电影了 他这个文学上的美 全部通通有了 他最后的 他一生追求美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到希腊去 看到那些裸体的 蓝的像 那么美 甚至于生殖器都露出来 所以他是 因为他也是个同性恋 他是双性恋 他什么都有 他最后他希望 就是说 他人生最后的美是什么 就是死亡的美 他追求这个死亡的美 所以他这样子 他就 他就这个 到自卫队 然后来自杀 他是为了追求美 并不是 向外人了解的 是追求经国主义的 你为自杀 那么他1970年 他自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好保卫掉一台运动 我在米歇根 我们那时候国事大会 就在米歇根 召开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 结果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念旅工的 没有念文学的 然后就讲 这三岛游记夫自杀死了 是不是可以请 夏主卓教授 能够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三岛游记夫的事情 我硬要去讲 那么讲了他这个自杀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 他是为了追求美 而自杀而死 但是我不这样讲 我是说 他是为了 要日本经国主义的复兴 自杀而死 这样讲 是违背 我的文学的知识 违背的时候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我这样 因为 我们人 很重要的是同情跟爱 还有怜悯 还有诚实 这些美德对中 但是在 国家与国家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犯小资产阶级 温清主义的错误 我一口咬定 他是为了经国主义的复兴 而自杀 这样子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要把我们的钓鱼台抢去 至于金格式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就不讲了 另外还有就是日本重要的 就是三章 川章康城 他14岁就一直做一个作家 他也是双性恋 1968年 这一年 就等于 什么 这个 明治维新 100年的时候 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实际上那一年 有一种说法 说是可能要给老舍 因为老舍的骆驼响指 有这种讲法 他早期的时候 他实际上 他是一个 这个 新感觉派 新感觉派是什么呢 新感觉派就是说 这个是实际上受到欧洲的 那个 那个叫做 French Impressionism 印象主义绘绘画的影响 这个新感觉派作家 他们把这个创作 认为感性应该在理性之上 要反映个人的感觉 主观 要决定客观 那有的时候 他们不认为是说 要讲这个故事 而是把异象 运出来 这个 运用这个异象 Image 在小说的显像 那么 谁 很重要的 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 常常用异象 Image 可是张爱玲的小说 有故事 春南刚成小说 没有很强的故事 那么 这个新感觉派 他可以说完全是西方化的 而不是传统的 和之汉学的 这个 所以这个 像这样的情形 日本人也很难接受 OK 那么他早期是新感觉派 他的三个大的小说是 Yukiguni 就是雪像 古都 千语客 还有他写的 《美丽与哀愁》 《三之音》了 中篇的是 《一斗中五娘》 《一斗中五娘》 有六次被拍成电影 有六次被拍成电影 OK 很多女明星 我想没有一个 一个小说 有六次拍成电影 穿单他的小说 他的情节 并不是很曲折 这种新感觉派 可是呢 他表现出日本文字的美 日本景色的美 日本女性的美 日本文化的美 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他穿着日本的合作 他发表了演讲 当然用日文演讲 美丽的日本女我 这个是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典礼上的 OK 这个是他写雪香 在月后汤泽写雪香的一个照片 他得奖这一年 正好是民主维新 百年纪念 OK 可是很可惜 就是不是老舍 而是他 那么他这几个小说里面 我们看看 第一个的话 就是古都 这是讲两个双胞胎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那么从小被不同人家养 到二十岁的时候有人讲 所以我在街上看了一个 跟你长得一样的人 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又见面 所以描写这个男女不同的观念 习俗 还有京都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古都 还有千语贺 千语贺这个小说 千语贺并不是这个贺 他有千只的羽毛 不是 这个羽是个单位 就是等于千只贺 一千只贺 他写的动机 就常常看到有一个参加 一个茶道会 一个少女长得很好看 叫做道生学子 他在这个里面 他只有出现 一开始出现 他去参加的时候 他带了一个千语贺的包袱 所以他引起他写这个 他借着千语贺 还有就是炙烧茶剧 这些表达日本传统美 每一个瓷器都代表了一些 他把他写成小说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三角恋案 就是这个两个 OK 这个千语贺 最后讲的就是雪香 雪香 他说穿过陷阱 长长的隧道 便是雪香了 夜色下大地一片雪白 银白 火车在信号所前面停下 这个雪香开头 这个部分 这个已经变成很有名的文章了 雪香这边 跟两边都是现实 可是感觉上这边是现实 另外那边是非现实 是不知道要变成什么 这个小说 它是描写一个无所事事的 已经结了婚的岛村 他跟每一年他都到雪香去 坐长长的火车 穿过这个长长的隧道到雪香 夜色下大地一片银白 火车在信号前停下 那么他跟这个异计 还有更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叶子 还有叶子男朋友 四人之间的双重的三角关系 他跟叶子也是很漂亮的人 他并没有关系 他只是很欣赏他 可是并没有 那么这个 他用了很多的异象 这个异象的异计性 是不是跟喜欢写 control 写写写感觉派写作有关系 我们不知道 我有一点 然后 preia 人们来看 一个就是他写到 突然说 那个橘子 这个 这个异计 他的橘子 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那树头 这一个镜子 他镜子 橘子他就在橘子的后面 看着那个镜子 镜子里面有几只美丽的面孔 在后面就是一个窗户 窗户外面都是血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意象 就是用景色来反映一些 还有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 这个时候 就是在榻榻里的地方 就挖空了 有生活 在煮一湖水 这个湖水煮开了 煮开了以后 这个水有两种声音出来 两个不同的旋律 一个是近处的这个声音 另外一个是比较遥远 像是遥远的声音 他听到 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 他就似乎感觉到橘子 他小碎步 那个脚上绑着铃铛 以小碎步这样走过来 向他行过来 那么这个都是意象的应用 这些跟这个整个的小说 他的整个的故事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他会写的这些 你像张爱玲啊 也常常会用到这些意象 OK 那么这些意象的应用 是不是跟新感觉派 这个写作记者 有关系 我不是文学评论家 我不能讲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是说 我已经讲到此为止 这个我时间到了 那我们是有几分钟Q&A 欢迎大家可以提问 希望就是不要问的太长 就是比较简短一点 好吗 要不要举手 可以 您可以在上面有举手 这样好吗 好的 夏教授 我请问啊 假如你懂日文的话 你会不会对日本文学的了解 跟喜好会进一步 到另外一种境界 一定会的 因为我日文我不懂 当然 你可以猜 因为跟东文很接近 可是 我想啊 像川章康成的小说里面 那些好的东西啊 我没有办法欣赏到 就是因为我 我没有学过日文 我知道一些日文 这完全是从我的阿玛那边 传过来 那些日文都是很简单的 上街用的日文 可是上街的时候 我也不敢用日文 我太太讲用日文嘛 我不敢用 因为万一人家回答 我怎么办 谢谢 谢谢 我可以问一下问题吗 他请问 他请问谁的翻译最好 如果要买小说 川章康成的小说 有没有特别的 哪一个版本是比较好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有的人翻得好 有的人翻得不好 为什么 出版社 他为了赶快把它弄出来 甚至于搞 要学过几年日文的那个大学生 出来就给你翻 可是有一些翻得特别好 我没办法回答你 其实这个是极度重要的问题 不只是日文的 就是其他的英文的 或者法文德文的小说 翻得好跟翻得不好 差很多 因为我看过一个包法利夫人 那个翻得好跟翻得不好 差太多 谢谢 我可以讲一句吗 对不起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译本 我插一句 我比较推荐我们老一辈的台湾的一位 斯翠峰 还有另外老先生 心很伟 这两位的日文 日本的 翻译非常好 另外我想给夏教授 因为您刚才讲的雪香 第一句 这是川湯康城生前最喜欢一句 我同时跟大家很快分享一下 是一斗的泳子里面的第一句 也是川湯非常喜欢的 我很快地看一下 对不起 是一斗的泳子 一斗的五粮 当道路开始变得蜿蜒曲折 将要到达天成的山顶时 雨丝一面染白了山树的密林 一面以惊人的树度 从山路那边向我追赶而来 非常美的一段句子 这个是新感觉派的 是 请问能不能再讲一下 那两位翻译者的名字 我没有听清楚 十岁峰 什么 是我们老一辈的 台湾非常有名的 另外一位是金恒伟 金城伟 金恒伟 金恒伟 那第一位是什么 诗翠峰 好谢谢 麻烦您就写在那里 好谢谢谢谢 我们可以给张凤姐 您刚刚已经举手了 对对 我想要请教一下 那那个祖卓兄 你对刘牧莎的翻译 喜不喜欢呢 还有我觉得 还有我觉得你就是朱天文 朱天心的妈妈 这个朱星银的太太 还有呢 就是你刚刚一路 这么讲下来 是纵观这个日本文学史 我想要请教的就是你自己可不可以发表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作家 为什么特别喜欢 我想我喜欢那个三岛游记夫 尤其他那个那个四部曲啊 我认为是真的很好 他那个里面有讲到轮回的观念 OK 就是说这个这个男的好比在春雪那个男的里面 他是20岁左右他就自杀死掉了 死掉他到下一步的时候 春雪 春雪 春雪后来拍成电影 那个电影看起来很美 可是并没有拍出来 我跟你讲文学的作品 你要说是又又好又拍成这个好的电影 不太容易 OK 你在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北美作家会长里面 你讲到这个Dr. Chiwago Dr. Chiwago这个拍成电影就拍得好 对 甚至超过超过这个Bassonette的小说 David Lin David Lin他这个人大卫廉了 大卫廉 所有的这个电影啊 他用很多的意象 他用警测这些来表达 而不是用对话来表达 比方这个 这个 这个 Rain's daughter 这个叫做 雷恩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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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Chiwago 还有这个Lawrence of Arabia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A passage to India 印度之旅 印度之旅 不是印度之旅 印度之旅 A passage to India 那个也好 还有他最早的一个电影 你们想不到是什么 是贵大桥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Park 那个是他拍的 但是大家都忘了 是他拍的 威廉河顿 还有威廉河顿 威廉河顿 对 谢谢 谢谢张峰姐 然后那个 Katy您有问题吗 您可以Immute你的麦克风 Katy Katy菜 小南我有个问题 我是龚泽运 我一直在举手 看到你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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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吗 可以 你跟我两个都是 都是Bertri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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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龚泽运 然后我的一个问题是那个 项目素食 他的那个书就是 与美人草 草 与美人草 非常的著名 他里面的那个女主角都很喜欢紫色的和服 然后他还说紫色的爱情是生死与共 他还这样讲 我就在想说这个紫色在那个日本的文学里面 他有他的地位吗 因为你刚刚就讲到竹花是黄色 什么他代表的是一个明朗什么的 可是这个紫色他在用了很多 然后后来那个阿通也是一个紫色的衣服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紫色在日本文学里面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意义 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 也许 那你要 对不起 紫色 紫色在日本的话是代表黄竹 是高贵的颜色 就像我们中国人有黄色 有没有 黄色 它是同样的代表着意义 OK 你说紫色是代表黄竹的 就是代表高贵 贵族高贵 其实在台湾我记得有一阵子也很流行紫色 我一直以为只是颜色吸引人 对不对 因为紫色是耶稣的颜色了 邵野是夏木素食的作品 可是我觉得邵野应该是三奇疯子的著作 并不是夏木素食的吧 夏教授 他还不见 他不见掉了 对 拜拜 拜拜 他大概答不出来了 他的讯号 自取讯号 他人在台湾吗 他是人在台湾吗 在台湾 在台湾 红树林 淡水 红树林 我讲一个那个事情 他刚才讲的那个友善解考的事 那我想我们在我们中国人 这个事情把父母背到山上去死 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最饿的时候 你那个小孩子可以一子而死都可以 但绝不能把自己老人放上山上死掉 日本人怎么出这种事 所以我就问韩国人 我问那个韩国人 你们韩国人是不是有会这种事 韩国人说是有的 在韩国跟日本一样的事情 假如说看过那个在阿拉斯加的那些当地的人 他那个作家叫什么名字 一些 美国作家 我看过他说 那艾斯基摩在冬天的时候 当没有食物的话 他们这些年轻的 年壮的 还有女人的 就走了 带着食物 把那个老人呢 留在那个丁轩雪地里面 其实意思大同小异 就是说让年轻的人还能够生存 对 就是你讲的大概是Jack London Jack London 对了 Jack London的小说 其实就是这个气老到处都有 实际上现在那个pandemic 这个pandemic这个period的话 也是想把我们老人搞掉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一个表 他是说像我这个年龄的 假如得了的话 死亡率大概超过30% 但是20岁得的话 死亡率就是根本接近零 三四十岁也是大概不到不到两三个percent 其实在那个严重的时候啊 就有医生在电视上都讲了嘛 就是你们看情况 就是能救的不能救的 那么你有一个选择 事实上就是放弃老人了 对对对 就是放弃老人了 不这个就是所谓的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文主义 就是说在亚洲来讲 敬老尊贤 可是在西方来讲 尤其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文化不一样 他们讲究的是social Darwinism 我这里有我要讲一点 就是东东日本人 他在明治维新以后 他想全力的学习西方 他甚至于说我们要做亚洲的欧洲人 可是实际上他学了半天 他没有办法学到西方 所以他还是和魂 你现在忙什么 和魂养古 可以请 可不可以请其他人把麦克风 封掉好不好 让夏教授讲 谢谢 夏教授请说 OK 我就是刚刚讲 我是说 我们华人或者日本人 韩国人要想学习西方 你可以学习到科技 那么那些 但是他们真正的精神 他们真正的文化 是不可能的 你像Kibling 就是基布林 他是最年轻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42岁得到 卡密尔是43岁得到 那么他曾经讲过 有一个很有名的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The two never met 就是说 这两个永远不会结合在一起 你觉得你的孩子 有没有开始慢慢的 学习到这西方的文化呢 你说Karney跟Eric 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观察不够 而且他们 也许他们心里的话 并没有跟我讲 可是我觉得我的孩子 一定有一点偏向 他们对中华文化 并不是很了解 对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 我觉得他们是学得很好 一定非究竟是吗 OK 这个是免不了的 因为他们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而且他们是ABC 你没什么话好 夏教授 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我可以请教吗 请说 其实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大概有2000年的历史 就是不管在艺术宗教建筑上 虽然他们明治维新 大概有一百多年 所以西方 对 可是就像您刚说的 受明治维新的影响 并不能彻底改变一个民主的 一个长久的文化和思想 您觉得呢 是不是这样子 他们的根 还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化 还是相连接的 夏教授您还在吗 睡着了 他已经八十岁了 他睡着了 夏教授您要 你的麦克风没有开 你没有 夏教授您没有 夏教授您要解除静音 可以了 现在解除静音 你是说这一百多年的话 学习 然后请继续问下去 就是说 虽然他们在科技上 他们可能在军事上 他们都成为东方的 对 可是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有大概两千年的历史 我讲到就是 他们在宗教 就是禅宗 宗教 艺术 还有建筑 寺庙 因为他们当初生旅到日本去的时候 也把这个庙宇的技术带过去 所以他们这个根基 也好像到现在 您觉得他们还是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 还是有保存呢 还是说这一百年来就彻底的wide up 没有 不可能的 因为像台湾也是 一直我们或者是中国大陆 现在造那么多高楼到下 所有的土木的建筑 他完全是学习西方的 但是他里面还是有一些中 那个固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你没办法弄掉 但是呢 假如西方的好 我们就应该学习西方 就把这个固有的弄掉 也没什么不对 OK 因为你看的是表面的东西 就像建筑 建筑的话就像画画一样 它是表面的东西 但是内在的来讲 就像台湾现在说要把中国去中国画 你这条中国尾巴要切掉 我看很困难 非常困难 我不是说他们世界第二强国会来打我们 这个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到最后我们一定还是会回到那个 就像美国 你看美国当初的时候 从英国那个 迎娶的独立 可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 他跟英国完全站在一边 而且他以拥有英国文化为荣 像我们的话也应该以拥有中国文化为荣 假如说是我们在美国不少年 我也教美国文学 我当然也受到很多美国的文化的影响 就没有话讲是一定的 但是我就要是以我有美国文化为此为荣的话 我告诉你办不到 西方人人家不是这样子想的 根本不是这样子想的 他看你就是个中国人 不管我们吃汉堡 你这条中国尾巴是不要想切掉的 而且我可不可以再讲一下感想 譬如说川专康臣 我觉得他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残味 残意 而且他所谓的新感觉派 他是学到了他带一些颓废 所以新感觉派的整个流派呢 都是有点倾向颓废 像我们的施哲成啊等等的 刘纳欧啊那些 他们的小说就是那样 而且刚刚 祖卓兄你刚刚讲到这个 三岛游记夫 他也有这个轮回的观念 这个轮回的观念就是由佛教 带过去的吧 不一定 因为尼采也讲轮回 尼采也讲 这个轮回的观念 实际上很多都有 但是基督教里没有轮回的观念 基督教没有 就佛教以后 就是Abrahamic religion 就是三个这个亚伯罗汉的宗教 就是伊斯兰教 基督教 还有一个就是犹太教 这三个是同一个宗教 这三个同一个宗教 他们没有轮回的观念 可是有轮回观念 很多很多都有轮回的观念 实际上你想印度人 他们就讲轮回 那么有人就讲 你说假如有轮回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过以后 也许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又会发生 同样再会发生的 现在呢 就是请那个 沈迪耶古的郭祖美 郭教授 既然你在线上了 那个我就想说 您对日本文学也很有研究 您可以跟我说 你喜欢哪位作家 你喜欢谁的作品 很简单 应该我们讲讲 在我们六点之前 说实在我不是学文学的 我只是知道 如果真的要 就是我接触到的吧 比较 就是从电影上看到 就是那个川端康成的 可是如果说 我要 选择去看 还是真的理解 可能是 戒川农资界吧 这个也有一点受到我哥哥 对不对 郭松芬 还有这个李渔的影响 因为我从他的这个遗稿 他的遗稿 他的书上 我发现 我哥哥 日文是懂一点 因为他才念到小学一年级嘛 可是他那个 他的东西 他就真的很认真的 在他的这个书上 什么都自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习 然后他 每次到San Diego找我们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是日本人嘛 我先生是日本人 所以他特别喜欢跟我哥哥 我哥哥特别喜欢跟我先生谈的 大概是三道游肌肤 OK 可是李渔最喜欢跟我先生谈的是 戒川农资界 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要来 好好地跟夏老师学习 可是那个 郭孙芬他并不能够用日语 跟你先生交谈 他是这样 他学到一年级 那当时就很 他听得懂 他不是说得很顺 可是他每次来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喝了酒以后 他就会跟我 跟我们说说 你们两个都用日语交谈 我就是要pick up这样子 他不介意我们用日本话说 可是他说 他倒是不是那么容易说 只是简单的 OK 可是他希望就说再brush up 因为他上到小学一年级 OK 所以他是1937年出生 1938 1938年出生 然后他念小学的时候 他是念到一年级 我本人并没有学过日文 但是我以前我的外祖母 我阿嬷在家里的时候 老一代台湾人 你晓得都是用米南话 特别他们要 你知道他们要说些 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 他们就说日本话 我爸爸他妈 可能是一个时髦还是怎么样 所以 我想不是时髦吗 因为那个时代 那个环境 他们出去都是要用日语 那当然 他们上学也是学日语的 那回到家里来 当然台湾话也是这个母语为主 OK 然后如果不愿意小孩子听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日语 特别是我爸妈妈妈 他们9点40分 要出去看电影 他们两个就用这种日语来交谈 是这样子 有很多家庭 我其实我最近认识一个 就是比我爸爸更年纪更大的人 他们说他爸爸妈妈在家里 也是说日语 不愿意小孩子知道的话 他们就会用日语说 我们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Ruth 我们给你鼓掌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主卓什么时候回美国 我回来 回去的话 我现在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是带着一口棺材来的 那口棺材再带回去 夏教授你好 夏教授你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夏教授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夏教授 OK拜拜 拜拜